什么味道 什么东西烧焦了 公主 公主 外面有人把咱们的芭蕉树给砍了 什么 谁敢这么大胆 大胆 谁敢砍我的树 这位小姐 这个芭蕉林是您家的呀 什么小姐 树是我家的 谁允许你在这儿砍烧了 不好意思小姐 在下乃齐天大圣孙悟空 因为私事初来辞保地 幸得镇上居民的好心帮助 才想问您顺利解决 本想做两件事情 回报镇上居民 我路过贵宝地 发现此处芭蕉甚好 便忍不住 便想酿几碳芭蕉酒 回报乡亲们 你倒好 拿我的芭蕉林做人情啊 不好意思 实在是在下疏忽大爷 只因在下四处游历 喜好酿酒 见到好材料 就忍不住酿他几碳尝尝鲜 没想到 如此美妙的芭蕉林 有一个如此美妙的主人啊 忍不住 你们这些臭男人 都一副德行 一句忍不住 不该是你的 就敢碰啊 果然差异啊 如果我早知道明花有主的话 给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碰哪 总之啊 这片芭蕉林是在下无心之过 绝不奢望小姐您原谅 是不是明花有主 也不是你说了算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是谁吗 小姐且慢 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早已自爆家门 一件咸散油门喜好酿酒 姑娘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还需要什么身份 为何是对我咄咄逼人呢 放开我 我没有误解 你这臭男人 没想到姑娘 你好软哪 不是不是 我是说呀 姑娘一定对我有误解 我也不想申辩了 这些芭蕉林呢 就是我砍的 我希望小姐 你能原谅我 你不认识我了吗 敢问姑娘 你是哪位府上的千金哪 这样好不好姑娘 你看啊 我呢 酿几坛芭蕉酒送给乡亲们 再顺便 酿几坛芭蕉酒送给小姐您 在此期间呢 我替小姐把这个芭蕉林照理好 不知道小姐 您到底爱不爱喝酒啊 我酿的芭蕉酒 可是酒中极品喽 是不是极品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给我一个机会吧 等我酿完之后 你喝过之后 再做评价吗 好 你把我芭蕉林养好 等你酒酿成时 我来喝 好 爽快 姑娘果然通情达理 又有生活情绪啊 可惜啊 我不能在此长领 总之啊 姑娘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把芭蕉林 打理好 到时候 等酒酿成了 我再邀请姑娘来林中 共同赏月 饮芭蕉 我倒要看你 能酿出什么酒来 倒是我这芭蕉林 如果不修复的话 你这酒 也别想让镇上人喝上了 好的 我们一言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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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三五六五 快点快点快快点啊 你是不是没有说 就往旋风无敌去打你是不是 瞎马蹄啊 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 你就很牛 不牛也牛 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 那就别说 一条不错 一天上一只后 一上一头牛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转后 天上那只后 很像那头牛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转后 十幾春 那是牛转后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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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啊 所以我当然要奖励你啊 住嘴 叫谁小姑娘呢 叫的就是你啊 你这么嫩 难道叫你小宝贝啊 臭男人 嘴里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哎呀 失敬啊 刚才在下呢 越显辛苦了 其实我只想赞美小姐 本来不想搞那么严肃 所以想调侃两下 没想到 看来这种效果不好 你不太行啊 其实我想说得很简单 是吧 小姐你 外表冰冷 岂使内心过人了 你之前说过 要为镇上的镶嵌做两件事 酿酒是第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呢 问得非常不紧 另一件事才是关键 什么事 见你 见我 你不是不认识我吗 哎 堂堂铁山公主谁不认识 说不认识那都是装的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是来算笔账的 对 学无恶意 算什么账 怎么个算法 要不然 咱们见得不熟啊 哪里 既然都到这里了 你不邀请我到您的府上做任务 放心 我堂堂齐天大圣 绝对不会在人家府上做什么坏事 这样船长的名称也不好 况且你现在一个人 回去家庭众多 你不是更安心吗 你明明知道我是铁站公主 你考我芭蕉林 借口酿酒来接近我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那 你说得没错 我对你是有居心 但是你千万别紧张啊 我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一片真心 换你整片芭蕉林 你愿不愿意 什么 跟我走吧 你有病吧 放开我 这什么男人说花言巧语 你们就爱听了 一说实话你们就不信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才是花言巧语 你到底什么居心 我问问你啊 那天我在街上被人暴打 你有没有看见啊 你看见了 你还看到我被人骂负心犯 但后来你为什么不问我呢 你明明最恨负心博姓之人 你为什么不提呢 耍我呀 不是耍你 是心疼你 你以为我是无知少女 这么好骗吗 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知道 你最恨负心博姓之人 所以那天我是故意被人打 就是为了让你感到 记住我 一派胡言 那你敢说你没有记住我吗 你不敢 你明明就是记住我的 但你却不问我 你没有居心吗 说也不说在我 你不要歪居事实 好 那难道你不想了解我吗 你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不但不愿意揭穿我 反而把八教练借给我酿酒 难道 不是为了给我们 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吗 我就是想看看 你明明是个负心汉 居然在我面前装好人 你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因为我有居心 我对你有所图 好 总算说实话了 我图的就是你 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当时我那样 就是为了今日能够亲口告诉你 如果将来那是我 那就是我的结局 我知道 你最恨复兴伯姓之人 最恨建议从前捏花惹草之人 但是我不会那样的 我对你一片真心 如果那样 我必将万人唾弃 挨打挨骂 绝不还手 真能变 真能变 一见钟情 太盲目了吧 一见钟情是真的呀 而且 你以为我只喜欢你的美色吗 你以为我对你那喜欢是盲目的吗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让人暴打来向你表白 还算不了解 好 那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外表美丽 内心善良 但是 你有个致命的缺点 十分令人讨厌 你知不知道 什么 你居然敢说我讨厌 是啊 整个芭蕉镇的人 因为你民不聊生啊 你知道人家每个月平均 丢多少头牛多少头羊吗 你芭蕉扇一挥潇洒漂亮 但人家很遭罪啊 你说你反不反人讨不讨厌 哎 那话可说了吧 大胆孙悟空 你是专程来奚落我的吗 哎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真的是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也要告诉他的缺点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 臭胡子 赶来我府上造次 说到你心里了吧 恼羞成怒了吧 酒我不要了 我才不稀罕呢 酒是我送你的 要不要随你的便 喜欢你也是真的 告诉你有问题 是为你好 听不听啊 就随你喽 小爷我走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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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